我以前都吃過啊 這個也吃過 這個也吃過 這個是用抽的 這個也有 王哥柳哥 看到小時候熟悉的零食 金融市長尼歐昌也忍不住拿起來回味一番 這裡是金融市政府的一樓大廳 金融市政府發揮創意 打造一座1比1比例的紅磚老屋 從客廳、餐廳、長條木椅到復古皮箱 再加上干嘛點的古早味零食與桐蔓 70年代的懷舊風超級吸睛又好拍 大家如果最近有到市政府來洽工的話 一進大門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溫暖 過年喜慶的一個布置 其實就是希望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能夠有一個家庭溫暖的一個感覺 有回到家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這一次特別布置了一個 比較懷舊的一個場景 那包括這些小時候的一些零食 然後包括這個很有懷舊味道的 一種家庭的生活的樣子 我帶大家看一下 它不是只是平面的而已 這是實際可以走進來 開門然後有窗戶 而且你來洽工的時候 從這邊過去就是我們這邊最 所以大家經常來的這個199的服務中心 所以希望透過這樣子一個團圓的概念 給基隆的朋友今年不一樣的感受 充滿年味的紅磚老屋 以色利就吸引許多民眾前來拍照打卡 有吃又有玩讓大小朋友多開心 我覺得不錯啦有童年的回憶啊 就像以前我們小時候的那年代啊 那現在小朋友看的都很喜歡啊 我有帶我孫子來啊有來拍照 很酷的客戶 就是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市政府裡面看過 有這樣子的 然後也可以讓就是大家來拍照打卡 應該可以成為一個很不錯的打卡裡面 事實上大家覺得有一個家的感覺 就是這是一個可以讓人家打卡 然後拍照的地方 市政府裡面放了一個這樣子的景 非常的有趣 然後有很多東西都還蠻回味的 對然後那邊還有糖皮膚 是一個很漂亮很有趣 可以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小時候啊阿公阿嬤都會給紅包 像這個弟弟你知道現在網路 為什麼叫王阿姨你知道嗎 因為你以後之後不用再努力了 對我不想努力了 現場還發送限量版的網路梗圖紅包袋 金融市政府方面更舉辦新村打卡送彩蛋活動 民眾春節期間自拍網美照打卡上傳 就可以獲得限量150份的小禮物 牛肉廠也邀請民眾 在保持社交距離做好防疫下 到金融市政府重溫舊時童年春節美好時光 開心迎接牛年的到來 記者張祈腾金融報導